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9日 今天看到疯狂网发了一条消息 讲到这个 中纪委在6月份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退休故事护身符 就是警告那些元老们 31个省市自治区 主要是中南海的元老们 退休了以后 不要以为你们就安全着陆了 如果说你 对习近平的大政方阵进行批评的话 下议论属于网易中央 习近平主导下的中纪委 就会用反腐的力剑 抓住把柄 狠狠地整 就这个意思 但是6月份发表这个文章之后 8月份北戴河会议 同样是风高浪急 为什么 因为元老们认为习近平 搞这些政策 特别是中美关系 还有疫情防控 的确是出了大错 是他们本身的利益受到了影响 因为元老们大部分在任 都搞了很多钱 那么钱都给了孩子们 都想千秋万代的继承下来 有一部分已经依据美国了 成为美国籍了 情夫或者私生子都一大堆 这肯定是如果和美国开战的话 那对头也不利 另外他们晚年了 腿脚都不灵便了 在逃难 在东东西藏力不从心 所以这些人是出于这个角度 维护中共一党专政 但是反对一人独裁 那么尤其是保住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 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习近平 他倒不是为了什么 中国的民主法治 这个不要扯在一起 但是这个压力足够大 由于这个情况发生了 所以北戴河会议之后 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常情况 我们都已经讲过不重复了 那么今天这个疯狂网 是中共的大外宣阵地 他为什么突然间登了一篇文章 专门强调年龄 我认为他就是给这些元老们看 看的就恐吓他们 恐吓他们 给大家看这篇文章的标题 就这篇文章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72岁的退休 厅机厅官被开除党籍 今年查处最高令贪官年近80 他就强调这个岁数 一般情况下 中国是传统是尊老爱有 一般不太愿意用这种年龄这个事说事 这个是很忌讳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要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的 对习近平来讲 这是一坎特别重要 因为习近平按照惯例 干嘛两人就应该退下来了 即使干的好要退 何况他干的根本不好 他是这个建政以来 应该讲是最低能狂妄的领导人 现在招致国际社会的 这个以美国为首的 N个国家的孤立 但是他不愿意退下来 他手里有最好的力气 就是反腐败 抓人 你用这个路线斗争 已经没有市场了 很难就是自圆其数 他就靠这个 那么其实这篇文章就讲到什么 9月8号 说山西省 纪委监察委发布消息的 润城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这个张道宗被抓了 张道宗就其实 今天已经72岁了 长期在润城工作 这个人担任过 润城市既为主任 发盖为主任 还担任这个人大副主任 那么2010年退休了 退休11年以后被抓起来了 这个文章就讲这个案例 那么有人会讲说 这个案例和元老没有什么关系 我这个关系太大了 因为他具备的这个故事的特点 和这个元老一样 你看这里讲他的腐败 提到他的儿子 儿子叫亲至周 他儿子和他妈妈 跟着他妈妈行 那个曾经这个当了 就文喜县的县委副书记 就讲这个事 那现在这个元老 哪一个孩子不是 非官就是计贵 非官就计商 不是当官爷做生意 比的不都一样吗 是吧 这都是用这个事来震慑这些元老们 那么为什么集中在山西 山西是令计划的嫡系的大本营 习近平搞反腐败 就是一个内斗力工具 你看他一上来 首先把令计划抓了 令计划是共情团派 当年和李源潮两个人 曾经在党内中南海搞民意测验 把这个习近平撤下去了 令计划想自己上 李源潮想上 那习近平上了以后 放过了李源潮了 也不能说放过 到现在为止还应该没事 估计在北戴河会议上 他没有什么发言权 是不是 如果有发言权 他肯定也心里是对习近平不满的 那么令计划已经在服刑了 但是令计划的家人 就在山西官场 过去是炙手可热的一批人物 全部派行入狱了 包括令计划的一些亲属 一些旁袭亲属都跟着他倒霉了 甚至他嫡妻的嫡妻也倒霉 这些案例都很多了 我不去讲 那么秦志周就是张道宗的儿子 他这里又讲他们的腐败问题 我不去罗列 这里面情节很多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案例 他是警示其他的一些官员 与此同时 他这里强调张道宗退休 11年72岁被查 警告那些元老们 还觉得还不够 又举了一个例子 说是7月30号 中纪委监察网站公布 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 党委委员副主任蔡恶生 这个案件又拿出来 说事啊 说蔡恶生是今年已经70岁了 退休已经8年了 你想也拿出来 这不等于警告那些元老吗 对不对 讲到蔡恶生的处理啊 说是除了蔡恶生 说蔡恶生在这个 从1975年进入中国银行啊 在金融监管领域长达34年 尤其是在银监会副主席这个职务上当了8年领导啊 把这事讲了一番 在警示这些有可能和得有联系的人呢 告诉你们要拥护我连任 这个19届六中全会要举手 我要搞这个第三个文本啊 记毛泽东 邓小平之后 我是第三个 20大我还要连任 我还要这个积全力于神 你们都听我的 我代理你们走向第二一百年啊 坚就不下了 干到80岁 干到死啊 你要不服我就整 就这个意思啊 那蔡和生这个讲完以后还不够 又举了个例子啊 就是辽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席 李文席是被查是1月25号 已经是71岁了 这个人我知道 因为我来加拿大2009年 发给我护照的啊 上面盖章的 这个护照是省公安庭发嘛 就李文席的护照 那时候是李克强是省委书记啊 那当然这个对我这案件比较有利啊 否则我不可能来到加拿大啊 那就是因为他们有内斗 他们就是希望这个那个护文那个时代 还是相对来讲稍微宽松一点啊 有机会 否则像现在根本不可能一样 让一个就是坐牢出来的记者来到海外啊 来到海外可以就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啊 揭露中共的腐败 对他们是很不利的啊 这个李文席这个我认为啊 还是做了点好事啊 那么这里讲到李文席在辽宁省公安厅任上干了九年啊 2008年一月任辽宁政协副主席啊 直到退休 2013月61岁的李文席协任了公安厅厅长任政协副主席 那为什么抓他 一方面腐败败人员有 另一方面他是李克强的底细啊 是不是啊 这个同样这个蔡哥生也是啊 其实也都是非习家军啊 所以习近平整这些人都是有特点的 那么他整这个李文席啊 并把蔡哥生就是拿出了说事 就是为了起到正式的老干门作用啊 此外这里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啊 讲到了这个 这个张和 张和是70岁被查 退休了9年多 他是河北的 这个人其实最早就应该是栗战书的政敌啊 习近平的政敌啊 他们这 呃都是早年呢 有过工作上的交际 有矛盾啊 这是我猜测 呃 八九不离十啊 绝对不可能是拥护习近平的铁哥们 铁哥们不会抓 铁哥们早就提拔起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人是张和 长期在唐山市工作啊 这个立的 唐山市政府秘书长副司长 啊 05年河北省常委啊 副省长啊 61岁的张和在2011年1月 这个持续职务了 此后呢 就是担任虚职了 这那么去年的7月28号被抓了 这没想到 这个退休了 这个以后啊 退休了9年 还拿回来说事啊 但是没派行啊 可能看年纪太大了 呃 可能是呃 存在的问题 大概就是网易中央 是吧 不要 老干们都是这样 退下来以后就无所谓了啊 放开手脚了 经常聚会啊 找一些朋友吃饭的聊天 就开始批评 拔不住嘴 嘴上拔不住门啊 呃 批评这些领导人 因为他本身熟悉这个栗战书 熟悉的这个习近平 对不对 河北官场嘛 什么事都知道 可能就讲话 走板呗 有人就汇报上去了 因为河北省这个官场 现在栗战书的嫡妻是一大批啊 这些人可能走情报了 走情报 领导一大弄 那下令 别以为你退休了9年就完事了 你敢对我进行批评 老子一样同样是可以收拾你是吧 就下令抓了 抓了以后可能认罪态度较好 呃 财产没收没收 完就完事了啊 因为他年纪太大了 已经是你想都是七十岁了 被擦 你想七十都走不动道了 是吧 我现在这个六十多岁 我都觉得这个上楼啊 腿都发软 你想想 何况这些老干嘛 是吧 所以他这个退休的时候 是按四季调研员的待遇啊 这一会儿竟然 呃 受到这个倒查了20年啊 你可见这个购猛啊 今天这个疯狂网 把这个消息拿出来啊 我认为就和这件事有关啊 此外 呃 疯狂网 还生怕这个别人看不懂啊 还讲了另一个领导干部 就内蒙古 啊 有一个领导干部是在倒查 习近平所谓指示 倒查煤矿领域腐败 倒查20年啊 抓的一个干部 1月16号 75岁的内蒙古 每一天地质局 党委书记局长王振宁被抓 啊 这个人最厉害 已经退休了15年了 被抓回来了啊 那么这篇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也就是这个 最近刚刚发生这个案件啊 这个案件充分说明什么 你即使退休了啊 但是由于你在这个 内蒙古啊 古梅田地质局任党委书记局长长达40年40年14年啊 这个2006年退休 同样要抓啊 那么此外还有内蒙古这个刚才我讲到这个另一个叫王振宁啊 我刚才讲到这个这个 任职内蒙古啊 古梅田地质局局长啊 14年的 这个人叫王振宁啊 不是刚才我说这个 呃 干部啊 是王振宁 那王振宁现在已经已经被查了 他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在2006年8月这个退休啊 呃 这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也就是退休18年被查 这是第一个 再往前 再延伸就在20年了 这习近平搞这个反腐败 抓人抓得真狠啊 这是赵德应 这是18年被查的 退休已经18年了 这个人现在被 呃 拿出来说事啊 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们都属于这个 这个对立派的 不是胡尊华的派系 也就属于乌兰夫家族的哈 比如史文清的嫡系等等 也就是在这个 内蒙抵制汉华教育这个运动当中啊 没有和习近平站在一起 习近平大动 开始一腐败的民意 开始说事 抓他们啊 所以呢 这个中共警示这些元老们 他退休并不是安全落地啊 啊 不要以为退休你就安全了啊 未官谁有宗旨日 反腐 永误完成时 这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实际上就是你的拥护我 我就可以保护你啊 你要不用我即使退休了 不管多少年 我都把你救出来啊 即使你已经死了 我也要没收你的财产啊 因为内蒙古就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有一个官员已经死掉了啊 还没收了两个亿 据说还有一个亿没追回来 不知道是依据国家哪条法律啊 对于西皇帝来讲没有法律 他讲的话就是法律啊 所以说北戴河的事还没完啊 这元老们看这案件一头汗了 心想算了 这边批批洗衣服了 赶快送上他们 让他当伟大领袖 让他二十大继续担任中国的皇帝 那么今天呢 海外期待节目 这个节目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